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吴建豪队长和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舞蹈家 郝洛奇为我们带来的舞台 还蛮开心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舞台 跟郝洛奇一起把现代舞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 我觉得现代舞它有很好的一个空间给街舞的这块 融合在一起 因为它们有一些就是比较用眼的方式去表达 这次的难度有稍微增加一些 因为托局的动作比较多 所以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 就不往前只做我一切 你干指的那一切 那你先不用这个先帮我 就自己拉架 托局需要一个默契 彼此的信任 你如果没有对方的认同或信任 很容易就会失误 很容易会受伤 所以他有时候在翻的时候 有时候在抱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放心 我不会让你受伤 这首歌对我来讲是有很重大的意义 我唯一能表达的最自然的一方面 就是从舞蹈这一块 所以就是非常想用这支舞送给惠林导演 然后也给喜欢下一站幸福所有的朋友们一个礼物 我再读习达的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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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 我觉得他们融合的非常好 他能直观的把你带入进去 带入到那个环境里面 然后再去铺点营造一个东西 就会让人觉得 就是我记住了这个东西 美不美 美不美 你也很帅 帅 那舞队长介绍一下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要表达一个 一个空间 然后一个怀念 最后 最后我不知道你们听到他们哼唱的这首歌是 《我爱他》 听到了 听到了 那其实就这一方面呢 想要用这一首歌 带给大家 下一站幸福的 精神跟感受 因为《下一站幸福》 这一个剧给我的收获太多了 就是非常想 用这一支舞 送给惠林导演 有任何机会 我可以让大家更看到惠林导演 更认识惠林导演的 所有一切 我都会想要去往这个方向去走 因为他其实 在我的人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很值得去 被 看到的一个人 好的 谢谢你们 好 接下来 有请丁程鑫队长 与青年舞蹈家 广州歌舞剧院首席演员 伊丽凡 带来的作品 这是我第一次去尝试跨五种融合 相当于也尝试了自己 另外一领域的一些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蒙古它是非常需要爆发 然后需要那种群体的即视感 视觉冲突需要很强 所以我需要一大堆人 帮我去完成这个作品 把两者之间融合 要加入它的元素和这个的元素 融合在一起 再融合到音乐里面 其实还挺困难的 需要有一些重心点在哪儿 就是给人一种视觉很冲击力很强的一个 然后会加很多画面表演在里面 你就可以这样 这样 我三抓住 这边光流太多了 得往这边来一点 然后拒他们一点 好 林队长真的是超乎了我的意念 然后这边太开了 还是这边太紧了 他是对整个作品的一个完整度 特别细腻特别认真 最后才会呈现出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 非常的完整 然后每个人都融入在了自己的角色中 我觉得整体的画面和构思都特别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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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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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海滾地 再要 minha人 越海滾地 越海滾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感觉非常棒 然后看他这么的投入在里面 我也更投入 很感谢一位凡老师 辛苦 对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去尝试跨五种融合 一想到蒙古 我就会想到狼图腾 以狼群为主的 这么一个元素 这么一个画面 然后老师们给我的想法 就是群狼相争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然后我们就开始展开了讨论 然后一边是野狼 然后一边是真正的狼王 两个人相争的感觉 通过这个作品 我们看到小狐狸变狼王了 所以伊丽凡老师跟